台海局势紧张 国防部喊出了国舰国造 其中为在高雄台湾最大的民营造船厂 就包办了海巡署计划中的八成船舰 工程进度也大幅超前 今天造船厂举行了第六艘 600顿级巡防舰的交船典礼 一起直下瓶子600顿级巡防舰正式交船 要火齐发参照军舰造型打造帅气登场 我国喊出国舰国造工程进度大幅超前 台海局势紧张 今年国防预算创新高 其中为在高雄台湾最大的民营造船厂 就包办海巡署12艘600顿级的巡防舰 不到六年时间 第六艘的吉安舰在15号正式交船 同时也替第七艘命名万里舰 这块航速高达44节以上 约81公里时速 另外增设最大射程120米的高压水炮 不只建造巡防舰 另外还有35顿级的巡防艇 也同时要招船 和巡防舰相交起来 顿数没那么大 最高船速达45节 相对时速约83公里 造船厂预计建造52艘 而海巡署收到的 已经是第25艘即将过半 每次的造船都会提前完成 所以说我们也非常感谢 海巡署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来造船 委托明天企业 未来也将进一步打造军舰 增加我国战备力的同时 也展现造船实力 一届高雄造不达